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嘛非得找霸王龙的老巢呢 找到霸王龙的窝就可以直接从蛋里提取基因 免得和霸王龙发生正面冲突 你们快来看 来了 快点 来了 你们看 这是什么 牙齿 这种形状的牙齿这么大 好像只有霸王龙会有 霸王龙 你们看脚印 沿着这些脚印走一定能够找到霸王龙的窝 那还等什么 快出发 你们看 恐龙的脚印往峡谷那边去了 咱们快跟上 你们等一等 地面有霸动 霸王龙一定就在附近 不会这么快就找到霸王龙的老巢了吧 怎么样 不是脚步声 可能是地震 地震 这更不可能了 看我站得多稳 你们是太紧张了吧 猫大哥 我们还是谨慎点为好 我就不信 好好的会有什么地震 还有 猫大哥 我说的没错吧 你们看 火山口在冒浓烟 空气中还有一股硫磺味 一定是火山要爆发了 刚刚的地震就是一个前兆 火山冒烟那是常有的事 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猫大哥 我们可要格外当心 现在还有什么比起基因重要的 再说 你能肯定火山会爆发吗 难道说我还骗你不成 白厄纪可是火山活动频繁的时期 不信你自己看 白厄纪是恐龙家族最兴旺 也是他们走向衰亡的时代 在白厄纪里 地球大陆继续分裂 陆地的分布已经接近我们现在的状况 气候开始有了四季的区别 冬天冷夏天热 不同地区的气候变得大不相同 地球上出现了分明的四季 植物也随着发生变化 由真叶树和绝树形成的巨大森林 被与现代相似的橡树柳树形成的森林所取代 栗树 气树 胡桃树也较为常见 在较暖的地方还出现了棕榈树 早期的开花植物也开始出现 其中包括原始的玫瑰 木兰花和睡莲 这些植物靠早期的蝴蝶 蚂蚁 黄蜂 蜜蜂等传授花粉 由于地壳的变化 这个时期经常发生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还不时有剧烈的地震和奔腾咆哮的洪水 由于白厄纪时期的火山非常活跃 因此也有科学家推断 这可能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之一 因为大量的熔岩喷出地面 火山爆发时向空中喷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导致了天气过热 降酸雨和臭氧层被破坏 使恐龙无法生存 火山爆发这么危险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儿吧 不行 既然恐龙灭绝是火山爆发的原因 那就更要快点取得霸王龙的基因 不行 咖喱 这样做太冒险了 你真是个胆小鬼 咖喱 我支持你去取基因 胆小鬼 还是我们的猫大哥勇敢 那当然啦 我是超微蓝猫嘛 猫大哥 咱们走吧 好嘞 拜拜 臭美 淘气 我们真的要去吗 那还能怎么样 走吧 疼死我了 别那么紧张 飞飞老弟 不会有这么巧的 你们看 这下真的爆发了吧 快跑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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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来 猫大哥 猫大哥 快来救我 我被压住了 快点 眼睛快过来了 快点 快点就过来了 不好 嘎喱出事了 猫大哥 你要小心 放心吧 嘎喱 你坚持住 我这就来救你 来 快 把手伸过来 好怕呀 老大哥 我好害怕 嘎喱别怕 来 把手伸过来 老大哥 我快不行了 来 再坚持一会儿 嘎喱 快 快抓住我 好 来 来 把手伸过来 对 来 抓 抓住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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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大哥 你真勇敢 谁叫我是超卫狼猫呢 咖喱 咖喱 没事儿了 猫大哥 你们先走吧 到时再会合 好 到时我们再会合 您要小心 咖喱 这儿不安全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好快